基本上就是讲到有关那个就把那个BMI BMI这一题基本上就是主要是input 我们的身高体重 然后算出BMI并且做format格式输出 OK它里面有逻辑判断 比如说它BMI多少到多少 它应该是标准的过轻还是过重等等 有很多标准 那未来其实工作里面还蛮多类似这种逻辑判断 基本上城市里面最常看到的 不外乌就是逻辑判断 还有另外一个回圈 再来就是你要把资料放在变数里面 如果永久储存的话 可能会放在档案或者资料库里面 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呢 就是城市里面最重要的几个角色 OK你说它男主角也许就是逻辑判断好了 女主角也许就是回圈 那其他的话男配角女配角 可能就档案跟资料库吧 OK那变数的话呢 那就是跑龙套的 OK它串场的嘛 因为它用完之后就没有了 变数的话就是暂时让你除存资料的地方 OK所以大概如果用这个比方来看 你等于就是说你要把城市写好 你要就规划 有点像你就是导演 然后你要把这整个流程要乱的顺畅 那把戏拍得好也不容易 那一个戏拍得好不好 真的对不对 不好看的话 人家马上就真的就很 看前面就想睡觉了 这拍得很烂 然后拍得好的话 你哇真的是还还蛮还蛮叫做的 OK 像蛮喜欢看电影的 好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就像我上课一样 我会觉得说 我还是会尽量用心的 把这个课程安排的流畅一些些 而不会说处处都冷场 让大家觉得说好像上起来 就是有一些不够流畅 或者是不够完整 或者是接续性不够高 会尽量会想一些方法 不过城市设计的课程很困难 主要原因是因为真的是非常不好理解 而且如果你回去没练习的话 你接着上你一定会 很多地方会听不太懂 所以一定要强调各位一定要实做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个我的课程 基本上主要是教各位这个证照 TQC Plus那一张证照 那我的范围是在一到五类 一到五类OK 那不过我是希望说 他后面还有六到九类 那部分的话也许我们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会帮各位再做延续性的说明 因为我觉得后面东西也蛮重要的 也像档案跟一些更进阶的一些 比如说逻辑跟回圈的一些应用 还有就是说像那个串列 还有就是set tuple等等有一些 可能蛮重要 未来你们还是用到的部分 另外的话我的题目是 就是一到十题而已 OK 那不过书里面有十一到十五题 那个不在我们上课的范围之内 OK 所以如果你回去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但那个不是我们上课的范围 我先说一下 考试不会考 OK 考试不会考 对那个考试也不会考到 OK 但是如果说你愿意花时间自己练习 OK 不过那个不是我们上课的东西 所以当然这个可能就是里面也有答案 那尽量还是花时间 因为这种东西程式 你要把它学好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诀窍 做练习 最重要是要你自己用很直觉的方式 把程式写出来 因为你将来在面对那个考试的时候 他就是给你一个题本 题目而已 没有答案 你要把这个答案从头打到尾 把它全部都把它输入完毕 OK 那接下来的话 今天我们已经把那个 上次上课已经把第二类的部分 把它讲完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就是第三类部分 那第三类 不过在讲第三类之前 因为第三类跟那个回圈比较有关系 所以呢 请各位还是先看一下 那个就是我们 我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里面的话 我们大概会需要做几件事 比如说请各位帮我计算什么 计算那个1加到99的结果 帮我输出 那这里面的话你要1加到99 那这里的话 当然他会有一个怎么讲 就是反复反复的 所以你需要什么 需要透过一个 一个方选 一个函数 叫做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实际上 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帮你动态 产生 你要的这个数字 那数字 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然后呢 从哪一个数字 结束 那不过这边就是要 结束是说到这边 他不会产生的 也就是他会产生到 这个数字的前一个 所以呢 如果我要1加到99 首先我需要产生 1到99的数字 然后呢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for回圈的后面 他就会帮你怎么样呢 把它产生的数字 比如先产生1 会先丢到前面这个i里面去 OK 所以他会先丢1嘛 那这个时候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 把它加总在一起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需要做一个 加总的练习题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环境 先准备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针对就是1加到99 这部分 程式该如何转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 有关那个 第一个当然最重要 就是要产生那个数字 我们可以用range这个方圈 但如果他range里面产生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他会给你一个串列 然后呢 把你要的这个数字 分别填上去 那等于如果1到99 他就一直斗点 1 2 3 4 一直到99 就是他range主要的作用 OK 那我们今天的话 如果说我要把那个1加到99的话 那我第一个 先产生一个初始值的一个sum sum 初始值等于0 OK 那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个sum的初始值的话 你将来那print会有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sum等于0 OK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跑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话呢 for i 这个in range 这个range里面呢 我刚刚讲过 他会一个一个帮我把资料 就是说那个数字放到i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你要把它做加总的话 特别说我刚才sum预测是等于0 那sum这个词里面呢就等于什么 把那个sum里面的资料 再加上i 那也就是如果他今天是1的话 你就是1加0 意思说把它加完就丢到前面储存 加完丢到前面储存 所以第一次是1嘛 那1这sum就变1了 那当i等于2的时候呢 2 1加2变3 就把它放在变3了 所以这个sum的变数 他不断不断的 你只要加一个 他帮你把它存在前面 那这个动作呢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累 累加啦 累加 OK 那当然呢 你可以除了可以写这样之外 这个写法跟VBA是相通的 但是另外他有一种写法 就是你可以写的什么 加等于i 这样的写法跟刚刚的写法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当然你想说 哪一个写法是对的 两个方法都对 你刚刚看个人习惯 如果你不习惯写加等于i的话 你写这样也OK 另外一个是加等于i 那这种写法跟像那个Java 或者像什么C Sharp 是相通的 但是跟VBA不相通 在VBA里面也不能写这样 他看不懂 OK 你只能写刚刚那个方法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累加的结果怎么样 就把它丢出来 计算总和 把它转型 因为它累加一定是一个整数 然后最后转型为四串 之后再写出去 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另外我上 好像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你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 这边加一个什么 逗点 这样就可以了 计算总和逗点 然后就直接 它会帮你在那个计算总和后面空一格 空一格 然后把那个4950把它输出 我把它写给各位看一下 最后的话一定就49 不过会这个地方 就是会多一个 只要多一个逗点 它实际上就是会在这边 多加一个那个空白 OK 然后就不用转型了 好像似乎这样的感觉 会比那个串接简单一些些 所以未来如果你 假设懒得再转型 因为很多个变数的话 你用这一招也是OK的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刚刚开头这个变数 如果不加的话 那你如果把它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会出什么状况 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它主要跟你讲说 它这个叫Type L Type L里面的话 它有一些叙述 不过其实主要的原因 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变数 有分成所谓的区域变数 跟权域变数 那什么叫区域变数 因为它在这一个回圈里面 才产生的 也就是说这个变数 是在负回圈人家里面的 这是它家里面的一个变数 你可以视为是负回圈里面 的一个变数 那放回圈里面的变数 不等于整个城市 都可以被大家共用 OK 就是我今天我口袋里面 钱不代表是 大家都可以拿拿去花的 OK 所以如果除非说 我把这个钱怎么样 拿出来 放出说 这个钱我给大家一起共用 对不对 你才可以 不然的话 你从我口袋拿出来 那这样违法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 我们需要在这个外面 再加一个上 等于零 意思说 我先在那边放一个桶子 我就放外面 那你如果我钱 把它放进去了 你们之后再拿 是OK的 这应该懂这意思吧 这个叫全域变数 这个可能稍微要理解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会 对这部分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因为一个变数的使用 它基本上还会有区分 就是负回圈里面的东西 它就这一块 printer 如果它要抓资料的话 假设这个是负回圈里面的 一个变数的话 这个sum 它在人家家里面 那printer要抓的话 就抓不到 除非说 它把这个东西 这个变数 放到外面来 那printer去抓 是OK的 但是如果说 我没有把它放到外面来 而直接去抓 这样子的方式是违法的 给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所以为什么 这个前面 如果没有加这一行 会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是把 请各位待会练习一下 把那个1加到99 先做输出 OK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是要加1到99而已 我希望加1到99的基数 基数 基数 那你想说 那应该是什么 加13579 对不对 而已 那24680那些 不要 所以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 你可以在什么 回圈里面怎么样 做加一个什么 那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个I的词 有没有 如果这个I的词 他讲 他方法很多个 刚刚同学 有说用step 是比较简单 那我们先不要用step好了 如果我今天 我的直觉说 如果我今天 不要 累加什么呢 是 我只要累加单数的 不要累加双数的 那你应该在这边做什么 一幅 哪一个呢 I这个词 如果能够被二诊除的话 那他就应该是偶数的 OK 所以你要叙述 你要能够懂得把那个 如果 I这个词 是偶数 这个 你要很直觉的把它写出来 不然以后你要写东西 就会卡住了 那我们记得 能够被诊除的话 哪一个 百分比 对 百分比 那 那刚刚同学说 MOD 那个是VBA里面 VBA里面是用MOD 这边用person percent OK percent就才OK 其实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当哪一个值 除以多少的余数为0 余数为0 这样子 OK 如果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把它结束掉一个帽 那再来的话 如果 应该是如果他等于0 那就跳过 可是我今天是要累加 是要不等于0的话 那你就要改成什么 不等于0 如果他的那个什么呢 余数不为0的话 那我才去累加 才去累加的话呢 就是把它按一个tab键 换到什么 换到下一阶的意思 因为我要做这件事情 是当这个条件满足才做 如果不满足 那就跳过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偶数就跳过 如果是奇数才累加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所以特别书 我一直强调 这个逻辑判断 非常重要 而且以后的搭配一定是 回圈里面 会有逻辑 通常会是这样子 这是机率非常 所以一个男主角 一个女主角 不回过了 而且不是只有写Python这样 你写VBA 写任何语言 都一样 其实概念一模一样 OK 而且这里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写成VBA 没有问题 只是说语法稍微要变动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逻辑应该看得懂 然后我们最后就把它执行看看 结果是不是如我们要的 那这边的话 我就是刚好 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我们就得到最后的结果 2500 那当然如果说 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它还有别的方法 刚刚我同学有提到 如果你不用逻辑判断 其实它一招更简单 怎么呢 就是如果你不用逻辑 其实呢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这边 逗点加一个二就可以了 OK 这个第二个方法 这个所谓的逗点二 意思是说 我要产生的step 就是先1 到100停下来 就到99 那这个step二 意思是说 我要跳过 就是预设是1 如果我要跳过一个变 1 再来就3的话 那你另外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用step 这个当然相对简单 不过我主要的诉求 是希望你们也可以熟悉 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把它执行 结果一样 对不对 2500 那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先利用破维圈 去撰写一个计算1到99的程式 那第二个的话 也练习一下 就是说 如何只求奇数部分 大家也可以变化一下 如果只求偶数部分的话 那当然你就改一下 OK 程式应该不难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然后 因为后面那个100是他停下来 不会被辞行的 不会被辞 就是他 1就是起始值 然后结束值 就是到那边停下来 不会辞行 所以他会 理论上就到99而已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100的后一个数字 OK 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 因为 那个负回圈 大部分呢 都会跟range搭配 跟range搭配 因为range蛮好搭配的 你就是意思是跟他讲说 你的范围跑多少 当然跟那个VPA VPA不是用range 你就是比如说 I等于哪个数字 2到哪个数字就OK了 那其实 其实到底是相通的 只是说 两个语言用的 这个方法不太一样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 刚刚讲过的 第一道题目 就是1加到99 先把它写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再练习 把1加到99的G数 做输出 或者是偶数部分做输出 或者是偶数部分地